美方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实质是将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 是非法无效的 在台湾问题上 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而不是美方单方面搞的什么东西 真正有损两岸关系的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干涉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众所周知 美国才是臭名昭著的黑客帝国 美方应停止贼喊捉贼 挑动两岸对立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与稳定 在是中国农美国建访 这是一句农兴的